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真切地祝愿大家在今天蒙上帝的祝福 真切地祝愿大家的儿女领受上帝的祝福 这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 主啊我们感谢您 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 我们人犯罪了 因为我们犯罪 亏欠了上帝的荣耀 我们心里有罪 我们肉体上也有罪 那么带着罪恶是不可能将荣耀献给上帝的荣耀 上帝的 那么今天是儿童节 那么儿童节并不是仅仅为了过个节日啊 仅仅过个节日 那仅仅是搞外表的仪式啊 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都平安舒适地坐着吧 那么六十六卷圣经中 也有提到少年时期的人物 那么今天就讲一讲所罗门 我们的儿女 也像所罗门一样获得上帝赐鱼的智慧吧 那么这上帝的话语就是我们的粮食啊 那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做父母的 我们做儿女的 在这世上生活的时候 那么这六十六卷中圣经的话语 我们都非常的渴慕 我们都要领受这圣经的话语 因为这上帝的话语就是我的粮食 一幅所说六章四节 部族的普通我平安牧师 几乎在每年五月份的时候 几乎都讲了这一幅所说六章四节 那么做父母的 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成年人不能惹儿女的气 做父母的不能惹儿女的气 那么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伤痕 父母关系不和睦的时候 父母争吵纷争的时候 儿女身上 儿女心里就深深地唠一身伤痕 或许有些人始终忘不掉 这个内心的伤痕啊 那么心里带着伤痕 心里带着记恨的时候 那不属于上帝的 那所罗门呢 所罗门并没有记着自己父母的不好啊 那我们人要悔改 悔改的时候 我内心的伤痕是得到医治的 那大家也知道 所罗门的父亲大卫 是抢了自己下属的妻子 然后有的这所罗门 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心里还怨恨什么呢 撒末尔记下十二章 大卫 大卫悔改的时候 是流泪悔改 痛哭的悔改 进食的悔改 那么今天成功礼拜的时候 我们也听了上帝的话语 我们应该怎样养育自己的儿女呢 世上有很多的学问 那么世上也有各种各样的宗教 那么世上的宗教 仅仅是人编造的 那都是属于说谎的 没有一样是行得通的 借用儿女的名字 为的是出自己的名声 那么搞一种外表仪式 过个节日并不代表什么 而且没有任何的意义 唯独全能者上帝是爱我们的 唯独全能者上帝教导我们 正确地教导我们 而且指引我们一条活路 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节 主就是基督啊 如果我们不承认主 如果我们否认了主 就成了异端了 彼得后书二章一节 那么基督正是上帝的奥秘啊 格鲁西书二章二节 上帝的奥秘 上帝的旨意 正是让我们认识基督啊 那么认识了基督 格鲁西书一章二十七节 使我们属于基督 基督就成了我们的盼望 基督就是我的盼望 是唯一的盼望 我们认罪悔改 做四阶段悔改 我属于基督 基督记录到我心灵里 我属于基督 基督进入到我心灵里 这时候 使我们得到主的帮助 正是这位主 是主耶稣基督啊 希伯来说十三章六节 所以我们要悔改啊 悔改我的罪 悔改我祖宗犯的罪 这时候才能得到主的帮助 诗篇三十二篇五到六节 那么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都要蒙拣选 因主耶稣基督使我们蒙招唤 而且我们还要蒙拣选 我们向上帝悔改的时候 才能蒙拣选呀 向上帝悔改我的罪 向上帝悔改我祖宗所犯的罪 蒙上帝的拣选 我们前程是要得到上帝的认可 是因上帝的话语使我们圣洁 使我们前程 我们蒙拣选的时候 就是与主同行啊 是属于主的人 耶稣福音十五章十九节 我们蒙拣选 我们蒙拣选属于主的时候 世上的假信徒就会辱骂我们 排挤我们 因为魔鬼是辱骂属于上帝的儿女的 大家知道 我们国家豊朝王史五百年的历史呢 有正史 也分正史 也分野史 那么 在这的各位弟兄姊妹 所罗门是一个妾的儿子 所罗门的母亲仅仅是一个妾 但是呢 像所罗门这样的处境 他却蒙上帝的使用 我们今天只要与主同行 求主赐予我智慧 求上之欺与我智慧 使我们分辨什么是善与恶 这时候我们也是有希望的 我们的儿女也是有希望的 我们教育儿女 希望儿女有学问 有文化 有知识 因为有学问的人 有学问的人 好像能做好事 所以无论是什么事情 我们都要明白 到底怎样才是明白 到底怎样才是知道呢 最根本我们要认识 什么是善与恶 我们要分辨善与恶 动物是分不清 什么是善与恶的 在动物世界 力气大的就好像是善的 就是弱的要败给强者 在动物世界是这个样子 而上帝赐给我们的智慧 是使我们真实的强大 不是靠物理性的力量 是靠上帝的智慧强大 所罗门向上帝求了智慧 上帝的智慧 使所罗门分辨什么是善与恶 那么所罗门求上帝赐予了智慧之后 靠着上帝的智慧 写了真言三千句 诗篇一千五句 大家知道 如果我们真实地领悟这诗篇一千五句的话 我们就能明白 唯独靠着主才能正确地教导儿女 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或许大家也有做教授 也有做老师的 那么大家多悔改吧 我都没有真实的语主 确立起真实的关系 我所教导的 那都是欺骗人 祸害人 我彭牧师也一样 我也要悔改 我们是怎么教导儿女的 我们是怎么养育儿女的呢 在圣经里 我们有很多的人物 那么大卫悔改的时候 近时悔改 而且大卫悔改的时候 流着泪水痛哭 流泪悔改 大卫悔改 大卫尊重了拿丹先知的劝告 拿丹先知呢 当面指责了大卫的错 当面指责了大卫的罪过 大卫如实地接受 痛哭流泪 甚至近时祷告了 大卫可没有仗势欺人 大卫可没有 抬高自己的自尊心 反而认罪悔改了 结果有了所罗门这样的儿子 那所罗门并没有单单依靠自己的父母 所罗门依靠的是上帝 他求上帝赐予他智慧 那照着主的话语教育 照着主的话语教导儿女 这时候才能分辨什么是善与恶 首先我们要承认儿女不属于自己的 我们轻视上帝的话语就会败坏 我们轻视藐视上帝的话语就会灭绝 我们全要投靠主 首先我要属于主 我要照着主的话语而活 我与主确立起这真实的关系了 我才能正确地教导儿女 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 那么主就是基督 基督就是让我们悔改的 因基督我们才能悔改 基督使我们分辨什么是善与恶 真音二十八章四节 所以我们从小照着主的话语 教育儿女教导儿女 而女从小就认识基督 照着基督的话语成长的话 那这社会该多么的美好呢 所罗门就是这么成长的 那么所罗门最终继承了他父亲的王位 那么据说当今的教会呢 如果牧师把这个牧师的职份 留给自己的儿女的话 韩国的教会就有抗议 出埃及记二十九章 上帝命令我们 这是可以留给儿女的 当我们不认识上帝的奥秘 不在基督里面领受这上帝话语的时候 就按照自己的偏见来看待一切 在韩国有一句俗话 如果父母太兴盛的话 到儿女这辈子 到儿女这一代就衰弱 真言十九章二十三节 只要我们一心一敬畏上帝的话 只要我们只一心一认罪悔改 作息这段悔改敬畏上帝的时候 不仅我领受祝福 我的儿女只会越来越好 大卫非常的好 大卫很优秀很兴盛 而所罗门享受的这个荣华富贵 要超过大卫了 再次的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投靠上帝的话语 领受这上帝的话语 获得上帝赐予我们的祝福 使我们做爱国者 使我们的儿女也做爱国者 上帝的话语是如实应验的 上帝的话语是如实实现的 民书记二十三章十九节呀 那么我们找一下 列王记上 我们找一下列王记上四章二十九三十节 列王记上四章二十九节三十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一二 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 聪明和广大的心 如同海沙不可测量 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 阿们 那么我来读一下 那么 无论我的父母做了什么 所罗门 没有记着自己的父母不好啊 那么再次的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心里呢 总是记着曾经父母的过失 我心里总有不好的回忆 就是我父母犯的一些错呀 我父母相互争吵纷争啊 我们头脑总有这些不好的记忆 我心里总有这样的伤痕 那么所罗门的父亲 那么所罗门向上帝求的是什么呢 所罗门向上帝求的是 智慧 所罗门向上帝求智慧 所罗门向上帝求主的教导 那么 儿童节的时候呢 父母就带着儿女出去游玩 但是借着儿女的名 其实去的是自己想去的地方 约翰福音十二章六节 那么 我们总是给自己找借口 找理由吧 我们找借口 找理由的时候 就是恶人呢 我们有时候就借用儿女的名字 然后呢 去一些自己想去的地方 儿女最盼望的是什么呢 儿女喜欢的是父母和睦 甚至 很多人 哪怕今天成了教授 今天有了博士学位 心里 追求的还是父母和睦相处 父母争吵纷争的时候 父母关系不和睦的时候 儿女身上就深深地唠一身伤痕啊 我们认罪悔改 做四阶段悔改的时候 我们做四阶段悔改的时候 上帝饶恕我的罪 使我也能饶恕别人的错 我们饶恕别人的罪过 我们饶恕所有的一切 我们得到上帝的饶恕啊 这时候疾病能得到医治 马太坟一章一节 那么马太坟一章一节 亚伯拉罕的后孙 亚伯拉罕的后裔 大卫的后孙啊 大卫正是悔改了很多 大卫的悔改很真切 而且大卫早早就认识了基督 认识了上帝的奥秘 这四阶段悔改基督啊 那么所罗门呢 所罗门超越了他父亲啊 所罗门享受的富贵荣华 是超越了大卫的 大家不要抱怨儿女 大家也不要抱怨父母 大家也不要抱怨政治 也不要抱怨任何处境 所罗门 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也像所罗门一样 求上帝赐予我们智慧 像所罗门一样获得上帝的智慧 那么所罗门向上帝求的是智慧啊 智慧分为两种 那么 上帝赐予我们的智慧 才是为人的智慧 真切地祝愿大家 领受这上帝的话语 奉主的名祝愿所有的人 领受上帝的话语 领受这庞大的英雄 我们会很安门 那么所罗门向上帝求了什么呢 所罗门 所罗门的智慧是超越了这一切呀 我们头脑的不好的想法 全扔掉吧 真言二十三章七节 我内心存什么样的想法 就如实就成就啊 我怎样才能改正自己的想法呢 我心灵得到改正的时候 我心灵得到医治 良心活过来了 这时候才能改正想法啊 我们人的想法总有变化 一会儿一个变化 一会儿一个想法 所以人最根本是要良心活过来 心灵要得到医治 这时候才能改正行为啊 我内心服侍圣灵的时候 圣灵主宰着我的心怀意念 圣灵帮助我分辨什么是善与恶 在这世上 我们人分不清什么是善与恶 很多学者 很多有威 很多学者 优秀的 有威望的人士 纷争争吵 那都是因为 分不清什么是善与恶呀 在这世上 我们分不清什么是善与恶 所以很愚昧 什么话都听 什么都信 真言十四章十五节 愚昧的人呢 什么都听 什么都信 那都是愚昧的 传道书七章 什么都信 什么都听的时候 就导致癫狂 导致疯了 世上的学问 仅仅是无知的 而且是骄傲的 不认识上帝的时候 就是骄傲的 是无知的 提摩达前说六章四节呀 提摩达后说二章二十三节 纷争争吵 那都是愚昧的 我们爱纷争 爱争吵的时候 我们爱狡辩 爱找借口 这时候不仅祸害自己 也祸害自己的家庭 再次的各位弟兄姊妹 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了东方人 甚至是世界第一眼 刚才二十九节三十节 我们也读过了 我再来读一遍 神赐给所罗门 我们今天每个人 都要像所罗门一样 求上帝赐予我智慧 神赐给我 极大的智慧 聪明和广大的心 如同海沙不可测量 所罗门的智慧 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 再次的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要领受这好的祝福 无论是大家还是我的儿女 无论是大家和我 还是我们的儿女 我们每个人都要领受这好的祝福 我们呼喊阿门 那么 在东方的思想 所罗门算是私生子 尽管这样 所罗门也蒙恩典 蒙了上帝的恩典 获得了上帝赐给的智慧 所以我们都是有希望的 无论什么样的处境 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 我们都有希望 上帝是最爱我们的 我们找下《猎王记》上三章九到十节 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不要抱怨父母 也不要抱怨当今的社会 也不要抱怨教育 也不要抱怨各种的思想 也不要抱怨各种各样的环境 那么我们如果不悔改的话 做父母的如果不悔改的话 怎么能照着主的话语 教导儿女呢 我们承认自己的罪过吧 但是我们今天都是有希望的 我们要求什么呢 我们要求我们向上帝求智慧 求上帝赐以我智慧 使我分辨什么是善与恶 使我们认识上帝的奥秘 正是基督 使我们认罪悔改 做四周段悔改 我什么都没有的话 我什么都不懂 而且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呢 就真切地认罪悔改 做四周段悔改吧 这时候上帝赐给我智慧 我们呼喊阿门 很多人说 哎呀 我是个牧师啊 但是怎么什么都没有成就呢 并不是说成了牧师 就是有信心的 我们今天真切地认罪悔改吧 我们认罪悔改 做四周段悔改 属于主 在主里面 才能分辨什么是善与恶呀 我属于主的时候 得到主的帮助 希伯来士13章6节 我身患重病了吗 主帮助我 主医治我的疾病 我经济上遇到困难了吗 主帮助我 主解决我的困难 只要照着上帝的话语 如实地遵行 遵行上帝话语的时候 传染病都能得到医治 上帝帮助我 抵挡一切的灾难和咒诅 那么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每个人都警察自己是谁 我是什么样子的 我的儿女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我们每个人 都是什么样子的 无论我的处境是什么样子 我们今天也能像所罗门一样 求上帝赐给我智慧呀 猎王记上三章九节十节 不足的普通我来读一下 所以求你赐我智慧 可以判断你的名 所罗门是非常尊重这些百姓的 所罗门承认这些百姓 是上帝的百姓 是上帝的名 他并没有轻视瞧不起 当今太多的人有权势 有力量就瞧不起人 轻视普通人 瞧不起普通人 而所罗门呢 并没有瞧不起百姓 并没有轻视任何一个性命 他承认这些所有的百姓 是上帝的名 无论做什么事情 我们都要奉主的名做事 这时候 有晚年的祝福 使我们的儿女越来越好啊 再次的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千万不要灰心 千万不要绝望 我们一定是有希望的 我们是能行的 我们奉主的名 祈求上帝 奉主的名乡上帝 祷告的时候 这好的祝福 留给我们儿女啊 彼得前是一章十八节 再次的各位弟兄姊妹 我的处境 现在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们的祖先都不认识上帝 而且也没有悔改 那么我们也没有悔改 我们也不认识上帝 导致我们身患重病了 而且遇到困难了 那么在这时间 全能者上帝 拯救我们 全能者上帝 赐给我们这上帝的话语 使我们聆听上帝的声音 使我们 领受上帝的话语 使我们 靠着上帝的话语而活 使我们得救啊 在这世上 儿童节我们就 光搞个外表仪式 光 过个节日 而到底怎样才是 为儿女着想呢 地球节 所以求你赐我智慧 可以判断你的名 能辨别是非 不然谁能判断 这众多的名呢 那么智慧 上帝赐予我了智慧 那么我们呢 我们要至少 悔改五千句以上的经文 这时候上帝 赐给我智慧呀 我们至少 悔改五千句以上的智慧 我们就能获得智慧 分辨什么是善与恶 所罗门向上帝求了智慧 上帝的智慧 使我们分辨 什么是善与恶 神言十三章二十节 和智慧者同行的 我们也能获得智慧 那么我们要听智慧的讲道 才能获得智慧呀 我们听愚昧的讲道的话 也是一起败坏的 所以做牧师的 要认罪悔改呀 照着上帝的话 有悔改呀 悔改什么呢 悔改我的罪 悔改我祖宗犯的罪 那看别人犯罪 看别人犯错 也当成我的罪 来向上帝认罪悔改吧 上帝赐给我智慧 使我有力量 上帝赐给我智慧 使我强大 真言二十四章五节 上帝赐给我智慧 上帝赐给我智慧 使我分辨什么是善与恶 上帝赐给我的智慧与智慧 使我成为强大 有力量的人 你们每个人 都要领受这智慧呀 父母犯了很多的罪 父母的过失很重 那么我的记忆里 这一切都要消除掉 真实的悔改的话 不会记着父母的不好 不会记着父母的恨 所罗门求 向上帝告白 我是个仆人 大家知道 认罪悔改的时候 就是谦虚下来 就是能放低自己 降悲下来的 仆人是顺服主人的 而我们的主人 就是主耶稣 上帝呀 使徒行传十章二十五节 哥尼流 哥尼流是 哥尼流当时 遇见彼得的时候 就伏伏在地上 向彼得行了大礼 那么 所以求你赐我智慧 我们要照着主的话语 教导儿女呀 主就是基督 四阶段悔改 我们认罪悔改 做四阶段悔改的时候 使我们分辨 什么是善与恶呀 这一二十八章四节 当今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纷争和争场呢 那都是因为没有认罪悔改 没有做四阶段悔改 那都是因为不认识基督 才分不清什么是善与恶呀 所罗门并没有求自己的心 心里的利益 所罗门承认自己是个微小的 自己是渺小的 求上帝赐给我智慧 靠着基督的保险 真切地认罪悔改 做四阶段悔改 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只要今天我们真切地悔改 只要我们今天真切地认罪悔改 做四阶段悔改 使我们领受这庞大的祝福啊 我们每个人真切地悔改吧 照着上帝的话也悔改吧 我们呼喊阿门 这是非常宝贵的允许呀 第十节 那么所罗门因为求这事 就蒙主喜悦 全能者上帝爱我们所有的人 全能者上帝召唤了我们所有的人啊 因主耶稣基督我们每个人都蒙召唤 每个人都能得到这爱 和盼望 但是我心里在惦记着什么呢 我头脑的记忆中 还在惦记着父母的不好吗 我父母曾经犯罪了 我父母 甚至我父亲曾经搞外遇了 我母亲曾经喝酒啊 酗酒啊 那这些不好的纪念都 这不好的记忆 都在自己的头脑里吗 《猎王记》上六章 《猎王记》上三章六到七节 《猎王记》上三章六到七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所罗门说 你仆人我父亲大位 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 行在你面前 你就向他大师恩典 又为他存留大恩 赐他一个儿子 坐在他的位上 正如今日一样 阿们 耶和华我的神啊 如今你是仆人 切续我父亲大位做王 但我是幼童 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 阿们 那么我们知道自己的父母的过失 那么大家知道 大卫大卫是抢了自己下属的妻子 而且还陷害了这个下属 让这个下属死在战场 为的是自己取这个下属的妻子 那这是一个非常卑劣的事情 这真的是非常狡猾奸诈的事情 那所罗门难道不知道 这个现实吗 心里肯定有伤痕 但是所罗门是怎么评价 自己的父亲呢 所罗门只说父亲的好啊 第六节我来读一下 大家真切地做四季团悔改吧 如果我们悔改欠缺的时候 就数罗别人 辱骂别人 菲利比书二章四节 我们看别人过失 我们看别人犯罪犯有过失 我们当成自己的罪来认罪悔改啊 我的丈夫犯罪了 或者我的妻子犯罪了 能当成我的罪来真切地忏悔 认罪悔改 并不是数罗对方 并不是指责对方的过失啊 我们真切地认罪悔改 做四季团悔改的时候 上帝使我们饶恕一切 我们做了四季团悔改的时候 上帝使我忘记一切不好的 那不足的普通火瓶牧师经常就记不起 我们家的电话号码 大家真切地做四季团悔改吧 不好的在记忆里全消除了 我们没有仇敌呀 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凡事都是感谢的 凡事都是感而感谢的 唯独感而感谢呀 耶利米书五章 大家回家可以好好读一下 上帝医治我一切的疾病 上帝赐福于我 但是我们领受了这样好的祝福呢 就太容易就背叛上帝 那么在座的各位 有些信徒来到教会很长时间 但是疾病始终得不到医治 始终没有任何变化的 分明是因为 背叛心理太强 得到了祝福就要背叛变心呀 所以趁早的认罪悔改吧 上帝查看我们的内心 我们的内心上帝最了解 那么儿女也最了解父母的错呀 父母什么样子 儿女都很清楚的 但是 所罗门今天 只记着自己父母的好 并没有 并没有记着父母的不好啊 我们真切的悔改 求上帝赐给我智慧 使我们的儿女 也能像所罗门一样 求上帝赐予智慧 我们也要向所罗门一样告白 你仆人 我父亲大位 用诚实 公义 政治的心 行在你面前 你就向他 大师恩典 又为他存留大恩 赐他一个儿子 坐在他的位上 正如今日一样 阿们 是主耶和华 向大卫大使恩典呀 所罗门告白自己的父亲 就是神的仆人 就是上帝的仆人呀 那么我们心里呢 总是记着自己父母的不好 心里总是记着 爷爷奶奶的不好 总觉得 哎呀 我父母没什么可值得尊敬的 哎呀 我爷爷奶奶 没什么值得可尊重的 总觉得他们的缺陷 他们的错那么的多呢 那这都是因为 我们没有悔改呀 我们要悔改的 我父母不好的 我的奶奶 爷爷不好的 我要代替认罪悔改呀 我要真切的认罪悔改 不足的普通我平牧师 真切的做了四季段 悔改了之后呢 就非常的感谢 因为平牧师很小 就失去了母亲 那么做了四季段 悔改之后 就很感谢这一点 从小就多辛苦 多受训练 这是非常的感恩感谢的 这不是靠理论 能得到的感恩感谢呀 我们别再抱怨环境 不要抱怨父母 那么所罗门的父亲是大卫 所罗门的母亲就是八世八 再次的各位弟兄姊们 我们内心总是抱怨发怨言 我们总是随从自己 父母鬼的私欲 不感恩不感谢呀 那有些信徒就说 哎呀我父母真的特别坏 竟做了坏事 无论父母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做儿女的 承认父母的罪 就是我的罪 向上帝认罪悔改呀 大家今天真切的悔改吧 悔改祖宗的罪 就是自己的罪 悔改父母的罪 就是自己的罪 这样认真悔悔吧 这时候疾病能得到医治 这时候恶魔恶鬼就全退去了 上帝可千万没让我 上帝可从来没让我们抱怨父母 上帝是让我们在主里面 恭敬父母啊 这次的各位 我们每个人都要领受这好的祝福啊 上帝的爱是多么的庞大 全能者上帝最爱我们 我们一定是能行的 我们一定是领受这好的祝福啊 大家知道 如果我们真心的悔改了 不好的都记不得了 身患精神疾病的 身患精神上疾病的人 那都是因为自己心里的创伤 忘不掉 忘不掉自己内心的伤痕 每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呢 给自己烙一身伤痕 那总是忘不掉曾经的不好 总是忘不掉 自己的那些不好的过去的时候 就导致身患精神疾病了 耶利美学十七章一节 很多人说 哎呀 我死也不能饶恕那个人 哎呀 我死也不能忘记那个恨呢 这只会导致自己烙一身重病啊 心里的伤痕 都是因为自己的罪过 才烙一身伤痕呀 这伤痕 这内心的伤痕 只会招魔鬼的 原因是三章八节 所以我们趁早的认罪悔改 饶恕所有的一切 这时候疾病能得到医治 诗篇七十八篇三十四节 很多人临终临去世的时候 都会悔恨 哎呀 都怪我 是我没好好生活 是我自己造的 哎呀 真是我的错呀 那么光这样 那光这样悔恨没有用的 真切的悔改吧 靠着基督的保险 向上帝认罪悔改 做些犯悔改呀 依靠基督的保险 承认自己的错 依靠基督的保险 承认自己的罪呀 承认我的罪 让上帝难过了 因我的罪得罪了上帝 因我的罪 导致自己内心有了伤痕 求主基督的保险 洗净我心里的罪呀 罗马书四章六节 我们向上帝认罪悔改的时候 才能因主耶稣基督的保险 使我们成为义人 义人是能领受上帝赐给的祝福 义人是能领受上帝赐给的幸福啊 很多父母呢 带着儿女去吃自己想吃的东西 然后呢 如果儿女想吃别的的话 就还嫌儿女不够洋气 那儿女走不动了 要哭着闹着回家的话 那做父母的呢 还反而不乐意了 责怪儿女 甚至骂儿女 下次就不带你出来玩了 丈夫和妻子一唱一和的 相信只要今天我们认罪悔改 能承认自己的罪 向上帝认罪悔改的时候 上帝帮助我们 上帝拯救我们 我们每个家庭都要领受这上帝的祝福啊 我们是有盼望的 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七节 基督就是我们的盼望 唯独在基督里使我们有着盼望啊 我们向主求智慧 我们向主求智慧吧 上帝的智慧使我们分辨什么是善与恶 《猎王记》上三章十节 读到第十五节 很多人非常的灰心丧气 都说哎呀 我家孩子从小就已经是这个模样了 已经是没救了 大家可千万别这么想 千万不要自暴自弃 千万不要灰心丧气呀 我们今天都要像所罗门一样 求上帝赐给我智慧呀 上帝赐予我智慧使我饶恕一切 上帝赐予我智慧使我做孝子 那么很多人就说 有些信徒就说哎呀牧师啊 我奶奶那一辈开始就是个搞邪术搞巫婆的 没关系的只要今天认罪悔改 使我们脱离一切的祖宗流传的罪过呀 我们呼喊阿门 只要我属于主 只要我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 上帝使我成为新教的人 上帝赐给我健康 上帝使我有新的开神 上帝使我领受天国的祝福啊 正是拯救我的生命 拯救我们儿女的生命啊 所罗门求了智慧 政府和主的心意 政府和主的心意正是蒙主喜悦的 结果主赐给所罗门什么呢 叶王记上三章十一节 我们读到第十五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一二 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 神对他说 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兽 求父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 但求智慧可以听诵 我就应允许你所求的自你聪明智慧 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 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 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 就是富足尊荣 使你在世的日子 猎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 你若效法你父亲大位 遵行我的道 谨守我的律力 诫命 我必使你长寿 所罗门醒了 不料是个梦 他就回到耶路撒冷 站在耶华的约柜前 献坟祭和平安祭 又为他众臣仆 摆设 宴喜 阿们 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上帝赐给我智慧 使我分辨什么是善与恶 那么我们认罪悔改 做司机团悔改的时候 使我分辨什么是善与恶 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 使我分辨什么是善与恶 我心里总是记着 父母的不好嘛 悔改吧 多悔改 直到能忘记 这一切的不好 这时候我们能得救啊 这时候不仅是自己得救 是国家得救 我们不缓安门 所以我们都是有希望的 疾病都能得到医治 上帝帮助 上帝赐福于我 上帝的智慧使我强大 不仅是自己得救 是儿女得救啊 相信这时候 我们强大的时候 上帝使我们的国家强大呀 我们跟身边的人 相互问候一下 一定能得救的 一定能得救的 千万不要灰心丧气呀 千万不要灰心丧气呀 一定是能行的 大家还记着 父母的不好嘛 我心里还有 父母的那些阴影嘛 多次这段悔改吧 靠着主耶稣基督的保险 向上帝认罪悔改 承认父母的阴影 父母的不好 也在我身上了 求上帝饶恕我的罪 彼得前书一章十八节 我的罪得到饶恕了 上帝就饶 我的罪得到饶恕了 使我有发自内心的感恩感谢 这时候 不仅是自己得救 能拯救一切 能拯救国家呀 真切的志愿 大家领受着祝福 我们一起祷告吧 我父上帝 我父赐福于我们 我父 一直以来 我们光顾着搞外表的仪式 以为过个节日 就是对儿女好了 而儿女的内心呢 有阴影 而儿女的内心 还记着父母曾经 相互争吵的那个情节 甚至我们大学毕业了 我内心还记着 哎呀 父母曾经争吵纷争 给我带来伤痕了 我一直以来抱怨父母 而主的话语 今天正确地教导我 那都是因为 我没有承认父母的罪 就是我的罪呀 反而抱怨 发怨言了 导致自己的人生 也遇到坎坷 求主帮助我 使我们脱离一切的罪过 我父 无论我们的儿女 在什么的环境 求主赐福于我们的儿女 求主帮助我们 我父上帝 我们相信 上帝指引我们一条活路 上帝使我们越来越好 求上帝帮助我们 使我们真确地认罪悔改 使我们不再记着不好的记忆 使我们内心只仰望上帝的爱 使我们内心 仰望的是上帝的爱 因上帝的爱 我父母 是最好的 求上帝赐福于我们 使我们也像所罗门一样 求上帝赐给我们智慧 求上帝赐福于我们的儿女 使我们的儿女领受上帝赐给我们的智慧 我父上帝实在是感恩感谢于您 我父每年过个儿童节 也没觉得好在哪里 所以就灰心丧气了 求主安慰我的心灵 求主帮助我们 正是因为所罗门求了上帝的智慧 所罗门幸福 而且给身边的人带来了益处 求主上帝帮助我们 使我们也能像所罗门一样 求上帝赐给我们智慧 使我们获得上帝赐予我们的幸福 使我们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 做爱国者 奉耶稣的名 感谢先祝福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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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